沈大姐今年64岁住在嘉兴海岩 9月8号她到勤俭路上一家养生馆做精油开背 住的时候就很疼 然后他们即使就不是每一次都是换人的 不是同一个 然后那个即使说不疼没效果 然后我是用手还是纯手还是有一次 就是用手可能一下子太疼 在家就是痒痒就好 因为我也经常做 我是这样想 然后我就想在家里休息几天 以前有过重情况吗 没有 9月10号沈大姐在微信上跟门店客服说 坐好后右边腰疼 以为休息几天就好了 可是越来越疼 对方建议去店里做个温补 也是这样弄了 就轻轻地给你弄一下了 然后弄个什么红腕蟹给我照一下 我也搞不懂 可是还是不行 到家里睡觉 车子睡 不行疼得翻身都翻不了 打个喷嚏都眼里都掉出来了 然后就跟他们 就刚好台风台雨那天 我疼得不行了 然后我就到这里还要中医院去 9月16号 今年第13号台风被毕加影响加星 这天沈大姐去了医院 初步诊断为肋骨骨折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当时痛是哪个地方 就从这个地方 那他手镜得多大才能把你摁成这样 我还跟他开玩笑 我说我太瘦了 你轻一点 他说不中没效果 那我也没办法了 我只能忍了 肯定是外界了 对吧 不可能我自己去扭上或者什么了 你期间有没有比如说撞到或者类似 没有没有没有 您约了明天上午10点的别忘了 这是几号 7号 7号 7号的 应该是明天是8号吧 对吧 然后现在它是10号 这个中间他干嘛了 谁干嘛 这个我又不用造假 如果你们一定要说我在外面住 那你们拿出证据来 如果说你敢保证这期间 他是在我们店摁坏的 出示证据 这个医疗费我们全赔 想知道当时这个济师在给他摁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个我不清楚 所以你能不能帮我们联系一下 联系不上 负责人说 那位济师已经离职 顾客档案记录本上 沈大姐还剩四次背部按摩 跟22次足疗没有消费 把我的卡里的余额退了 按照我的算法 还有一千多了 因为他钱没花到我这 他那个支付凭证支付到哪里 法院也得找到哪里 支付账单显示 3月4号有比1980元的消费 收款方是海盐县玉珍堂健康管理中心 7月24号又有比1200元的消费 收款方是个人账户 沈大姐告诉记者 之前他一直在玉珍堂做项目 两笔钱也都是交给那边的 8月份才转到美心研 就是在步行街上一家住了 然后8月7号他发了个信息 说叫我们到这里来了 一直说给我们免费住 我也管不懂 我说这是你们内部的事情 没有什么关系 他只不过是不干了 然后我们接他的服务 他在那个店花的钱 我们也没接到 所以说他要退钱的话 肯定要找那个老板 那为什么你们要免费给他服务呢 你既然钱没转给你们的话 那很正常呀 因为我们也要会员呀 他都盯我们多长时间了 他都想要把顾客 愣这多长时间了 因为我们那当前负责人都没在 也就前台在 手机打案全什么这人就没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 给他在手烂摊的 采访时 玉珍堂原先的店面关着 公开平台上 这家店已经注销了 查不到联系方式 美心研的负责人说 玉珍堂留下来的手机上 有200多个会员 他们都接手了 但钱一分没拿到 现场双方还是没能协商一致 1818黄金眼记者嘉欣报道